山国人物Google搜寻次数,看人性好物质语 第一名,曹操,3400万 第二名,三姓加奴,1080万 第三名,孙权,604万 第四名,吕布,460万 第五名,刘备,459万 第六名,人间吕布,448万 第七名,桃园结义,405千 第八名,三姻战吕布,404千 第九名,大儿儿最剖姓,908百 第十名,圆门涉及,42500 统一中国成功的人 竟然输给失败者 搜寻秦始皇 次数是1700万 但是曹操竟然是秦始皇的两倍 三千四百万 秦始皇是史分裂的中国 统一的伟大人物 曹操呢,其实相反 他是让一个统一的中国 分裂为至少三个小国的罪魁祸首 虽然他口口声声说 要统一中国 但事实上 他做的都是背道而词 但是他的搜寻次数 却比秦始皇高 这代表现代人 其实并不关心统不统一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大家关心的是眼前三餐 眼前声光娱乐 大家不会去想 十年后 二十年后 三十年后的社会会怎样 因为那是别人的事 是子孙的事 干他五十年后 如果秦始皇眼光 也只是十年内 一年内 三年内 那他何必统一中国 秦始皇说 要把他的皇位 一代一代 传个千千万代 那代表说 他看到的是往后数千年 甚至万年以后的世界 而不单单左眼与眼前 但是这样一位高山园主的人 他的搜寻次数 却远小于 超回想一下当年 大家投票给麻英九 大家绝对不会想到说八年后 他竟然把国家搞得这么烂 大家当时投票给麻 想到的是他的英俊 潇洒 大家只顾一时的爽快 一时的热 就投票给他 没有想到说 日后他的种种政策 亲共的政策 造成我们今天国防上的 死血严重 他挡军购挡了63次以上 如果马阿九当年不挡军购的话 我们现在早就有 十艘以上的最先进的潜水艇了 但我们现在还没有 害我们现在天天在担心中共的入侵 骂吕布的话 竟然是称赞的两倍 骂三姓加努的高达一千多万 然后人中吕布只有四百多万 为何骂人的会特别多呢 骂人啊就可以不用负责任 譬如一个家庭里面 姐姐骂弟弟 笨 怎么连倒个垃圾都不会 他骂了以后 就好像倒垃圾 责任是弟弟的 而不是姐姐的 因为姐姐是站在骂人的一方 那网路上霸凌 更是骂声连连啊 大家开骂 大家都不负责任 也好像 大家自己都对 所以才会骂人 被骂的不应该 所以该骂是这样吗 人性交迫啊 所以 旧人的话 旧人的话 竟然垫底耶 圆门涉及 是吕布 旧 刘备 的故事 但 他的搜寻次数 竟然少得可怜啊 这么少的原因 当然 是因为 这几年来 电视剧 电影 或者小说 从来就不特别 去强调 圆门涉及 强调的总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所以 这种住人的事 竟然 搜寻就少了 这会显示什么 现象 就是社会上 住人的人 变少了嘛 像台湾 武汉 肺炎防疫 这么成功 陈时中 他们团队都应该受到称赞 但 称赞的话 没有争多 现在却搞出一个 彰化线 来搞这个 你这个彰化线 莫名其妙啊 台湾没有 没有乱 台湾没有 没有把台湾搞坏 你是不甘愿 是不是啊 没有 台湾没有武汉病毒 大家活得 都应该要珍惜 你在那边搞 搞乱成时中 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在华语这个 彰化线啊 是不是有中共的间谍啊 抓起来 以前很喜欢彰化线 因为有八卦山 现在一听到彰化线 就怎样 我呸 大家都 私心 自用啊 关键话 竟然是倒数第二啊 就是那一句 大耳耳 最 否信 这是一件 我认为是 东汉末年 最关键的一句话 就因为这一句话呢 中国分裂成好几个国 这句话 是吕布 临终 提醒曹操 刘备这个人啊 大耳朵啊 最不可信用啊 曹操听不进去耶 结果事实证明 日后朝卫最大的主力 就是刘备嘛 其实曹操 从从他把八万元少祥祖坑杀 就知道说 这个人都没落人 卡销 为什么 因为你把 把人杀了 埋掉 就是 就简单啊 处理起来 简单啊 你如果让葫芦活下来 你要有安置问题啊 要吃 要穿 要住 他环绕这些 就环绕会头痛啊 干脆杀了一了百了嘛 蜀汉可说 耗尽了朝卫的国力啊 甚至当年关羽 还差点攻到首都洛阳呢 几乎把朝卫给灭亡了 所以说 吕布提醒曹操这句 大耳耳罪否信 说的是正确的啊 他为什么不信 他为什么不听 所以说这个人 就是什么 没落人卡销嘛 他当时心里 想的是什么 因为他知道 汉县帝最信任的 就是吕布嘛 汉县帝在逃亡的时候 是找 找谁去护驾 他没有想到刘备 也没有想到曹操 也没有想到袁绕 也没有想到袁绕 他找的人是吕布 而且 派大臣带着官印 跟赵书呢 要封吕布韦平桃侯 平东将军 但是后来 这位大使 在山上把这些文件给丢失了 那后来曹操有用自己的玉 宝玉还有尸丑 来磕官印 和做朝服官服送给吕布 所以说曹操 身以为戒 他如果让吕布活命 那是不是汉县帝可能再度跟吕布 拜托 请他清军 他想的是自己的前途 而不是真正要统一中国 就因为他这个私心自用 使中国分裂 没有办法统一 当时吕布的说法是曹操降布 布降旗 也就是曹操带领布兵 吕布带领旗兵 则天下可统一 结果曹操竟然还是把吕布给杀了 表面上好像是说曹操听了刘备的建议说 军不见布侍奉过丁建阳跟董太师 事实上曹操知道吕布真正的主人是汉县帝 丁远跟董卓都不是吕布的老板 因为那个时候东汉政权还没有瓦解 全国各地还是要缴税给国家 那吕布他的兴奉是谁给的 是国家给的吗 是汉县帝给的吗 不是丁远养的私兵吗 也不是董卓养的私兵吗 所以刘备说丁远董卓是吕布的主子 这根本是错误的 曹操也知道 所以他不是听了这句话才杀吕布的 而是他怕汉县帝再度重用吕布 这才是这大耳耳最口信 这句话搜寻次数如此之少 代表说现代人不喜欢人家的劝说 人家的提醒 大家都有自己的主见 别人的话都是不可靠的 等到受骗上当了 就后悔莫及 好 谢谢观赏 祝大家身体健康